你剛剛就講說 現在為什麼川普的話 講得越來越重 現在美國為什麼覺得 我要戰略清晰 現在美國已經講 現在台灣已經不是被動 是第一島鏈的中心 它已經不是說 我控制第一島鏈 讓你中國不能出海 這個保護台灣 美國的安全 是 現在 美國要發展 你必須要走進AA的世代 你要走進AA的世代 你就必須要有台灣 現在這個事實 現在連美國所有的總統 都不能忽視了 對 沒錯 我們講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像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這一次的Computex 除了黃仁勳要來之外 你看Intel的執行長 蘇之鋒也要來 然後這個超委執行長 高通 安謀 美超委 這些可以說是全世界 非常重要的AI的供應量 全部都要來台灣 而且他們是這樣 我們這一次的所謂Computex 主辦者是黃志芳 他說我現在好困擾 因為大家都想要搶第一個 那搶第一個怎麼辦呢 我就讓他們分開錯開就好了 這個第一個 因為黃仁勳他是搶先 因為原本第一個 Computex的展覽 第一個會場演講來說 是由蘇之鋒搶下 那因為這樣呢 蘇之鋒搶下了 他很早就講了 就沒想到這樣子 因為這樣關係呢 我這個黃仁勳 我就在 前一天 前一天 我就在台大演講 然後緊接下來的話 下午的時候 高通就要演講 大家都卡得非常豬 然後隔一天來說 是Intel演講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 卡來卡去 NVIDIA AMD 這個所謂的高通 大家都在卡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這一次來說的話 對黃仁勳來講 你想說他為什麼 那麼早就來台灣 我跟他講他事實上這一次呢 他是準備要怎麼樣 殲滅AMD 為什麼要殲滅AMD 我跟他講 你公主啊 殲滅AMD 對 為什麼 我們知道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揮打主要產品 是H100跟H200 對不對 這兩個晶片問題是 他有下一代叫做GB200 或是GB 就是還有B200系列 100跟200 那目前 他們之前推出 H100跟H200的時候呢 蘇之鋒就推出一個 MI300X的這個晶片 他說我們可以贏他 但是後來這個黃仁勳 又推出了GB系列 說我又可以贏你 所以他這次來怎樣 他這次來是要要求供應鏈 你不要用這個了 我要全部升級到這邊 GB200了 GB200 B200 那我就要比你的MI300厲害了 那你這個就變成是廢鐵 所以等於是說他這次來 他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一定要比你 蘇之鋒找一天演說 所以我就要來 所以為什麼你看他找台積電 找這個AM 找這個所謂的廣搭 就這樣 我們現在 你台積電能生產多少GB200 能夠快一點的話 全部都來 我要趕快儘快上線 有人講黃仁勳跟蘇之鋒 兩個有親戚關係 兩個有親戚關係 結果在商產上 殺的你死我活 寶傑 黃仁勳不是省油的燈 他去年是全美國最受歡迎的西遊 可是他自己說 根本很難 人家很難跟我共識 因為我要求完美 我要的就是這個樣子 他是個非常強硬的人 你覺得他好像看起來是很nice 沒有他是很強硬的 會怎樣跟他拍照 他都跟他拍照 那是跟你拍照 沒有問題 但是在商場上面來說 他是絕對把你宰得痛不 你說他當一個老闆 當一個主管是非常凶狠的 非常凶 他對屬下來說 要求都非常非常嚴格 那他小時候 我們知道他小時候 不是到這個美國去唸書嗎 那他小時候到美國唸書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有非常多混混 然後他們是因為他們是外來的 這個台灣過去的 他們都要去洗廁所 那他混混每天 要找他麻煩 所以他從小就在練身體 你看他其實身體是蠻精壯的 對耶 他蠻精壯的 他有在練身體喔 你要跟他打架 他不見得會打輸你啊 保健你知道嗎 所以他是在一個 被霸凌很凶狠的環境長 所以他的個性其實是很凶狠的 然後他這次來的話 他當然就是要把AMD幹掉 所以蘇之鋒當然知道嘛 所以蘇之鋒要趕快 他也要來台灣 所以他要拼第一場 他要拼頭箱 結果沒有想到頭箱 還有一把箱 對 而且你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說 然後事實上這些都是大家在互相增搏 那當然英特爾也要來嘛 我理解英特爾目前為止 他根本就已經不是個咖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英特爾目前為止來說 他準備了 現在這個傳言中 因為英特爾目前還是道雄成分股 傳言沒多久之後 他可能就會被NVIDIA取代 所以我跟你講 這些其實 我們沒有看到 他們為什麼要來台灣 他們來台灣的原因是 因為大家彼此在互相爭鬥 這個爭鬥舞台 主角現在就在台灣 所以說台灣不是所謂的 地緣政治的戰場 是 台灣也是未來AI高科技的戰場 我只要能夠獲得台灣的產能 包括說同台機界的產能的幫助 或是說有這個所謂廣達 有人保或是有鴻海 等等的產能幫助 我就可以打敗對方嘛 所以這就是現在 你看他們為什麼要前撲後繼來到台灣 這都是有理由 而且每一個 你看舒子豐也是很強悍 他能夠在美國那麼多 男性的CEO裡面他能夠拔肩起來 這個都是非常厲害 所以他們幾個 都是很凶狠的人來到台灣 彼此要互相爭奪產能 爭奪人才 爭奪他們的訂單 那只有台帳可以嗎 目前為止的確是這樣 因為目前為止 AI PC AI手機 或是整個供應鏈 都在台灣 所以你看誰都要來台灣 蘋果 蘋果接下來他要發展這個手機 他要靠誰跟他合作 也要靠台灣跟他合作 所以未來的AI領域裡面來說的話 台灣注定就是 那個閃耀的光芒 所以為什麼現在川普 會突然180度的大轉彎 因為他也常常在看 這個美國的電視台 他應該知道 美國這半年來 如果你只去看CNBC那些頻道 他們講了多少晶片 chip 然後講了多少NVIDIA 那NVIDIA黃仁勳 每天在那邊台灣台灣台灣 無形之中 真的讓台灣變成是 美國不能夠忽視的角色 所以我們這個外行者看到 昨天黃仁勳帶著這個張宗謀 帶著這個林百里 到了這個林下葉子去吃 吃這個點心 結果跟他講 就搞了半天不是 他是來搶人才 去搶地 去搶產能 原來他永遠要比蘇智峰快一步 保潔哥他今天大量軍火 什麼叫大量向軍火 就今天又頁一頁所有的公益鏈 嚇死了那個名單講出來 你知道電子五哥幾乎全到 很可怕你知道嗎 包括華碩的施從堂 包括和碩的童子協 英業達的蔡志安 偉創的林建勳 廣達的林百里 廣達還有雲達科技的楊麒麗 中華電信的郭水逸 宏海的劉洋偉 全部今天都到齊 昨天找的是廣達跟台積電的 張宗謀 今天有特別講 昨天是林百里做東 今天是他回起 但他這次把所有的供應鏈 全部都找來了 所以你知道嗎 今天這個餐廳前面 這個爆 這是他的軍火展示 軍火展示 這是他的軍火庫 對 軍火庫 而且我跟你講 連這個受訪者 等一下 郭瑞勳的保鏢這麼壯 對 我跟妳講 當然壯啊 如果你有這麼快一千 一千億美金的身價 你會不會早壯一點的 要說我也早壯一點的 真的 你看多少人在這邊 每一個他邀請的貴客 都是在經歷過這麼多媒體的 一個拍攝情況進去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的人 一定讓人 就是已經所有的媒體 都見證了他是他的人 所以你說軍火展現 是不是軍火展現 當然是軍火展現 而且包括像雲達的總經理 楊麒麟 他自己受訪的時候就說 他說我們這一次 會把我們所有研發兩年的 這個祕密武器 全部都展示出來 所以我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 這個傑森很厲害 你知道我們台灣人就是這樣 很多事情就是 吃頓飯來聊 你知道他雖然是美籍 而且美式作風 但是他用這樣的方式 一猜一猜一猜 讓所有人都見證了 我跟我的兄弟吃飯 所以你說 你看跟AMD的那個蘇之鋒 要再PK 光是在聲量上 蘇之鋒就已經被他壓著打了 所以你說他厲不厲害 是不是在商場上 就是江本球力 看誰的量比較多 誰的價錢比較甜 吃飯有用 當然有用 吃一次兩次三次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這些大老闆 我跟你講你平常有那麼容易 見到那麼多大老闆 沒有 那這些大老闆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 而且明明知道 傑森請客 每次都一大堆媒體跟 為什麼這邊還願意來 因為他是真的是下大單 他真的也就是我們AI整個世代的領航者 你要跟對老闆跟對人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這些供應商 全部都來到這個現場的原因 那我會覺得其實現在 包括你剛講的五大巨頭來 那現在所有的目光 大家都被整個這個黃仁勳 給經濟抓住了眼球 所以這個Computex根本未言 但勝負已出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 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周一到中 關鍵時刻 周六周日 決戰關鍵 等你來上線